嘿嘿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Gurkot新出的反向柔胶系列唇釉釉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雾面感妆效 然后这次包装真的超级貌美 上面加入了超多星辰的元素 而且全部都是立体压纹的 所以摸起来手感特别好 奶油感的质地非常非常的滋润 刚上嘴会微微有点光泽感 然后抿开之后就会变雾面 完全不会凸出纹路也不会干燥拔干 然后里面加了蔷薇果油 所以高厅闻起来还有一点微微的玫瑰 我也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接下来会给大家试几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颜色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一期的视频 第一个要说的是旧浪潮 就是一个标志的蜜桃色 这款淡抹的话和之前他们上一个系列的漂浮岛 其实有点类似 但会比漂浮岛橘调更重更饱和一些 然后叠加涂抹就是个奶油蜜桃橘色的感觉 还蛮韩系的一个颜色非常非常咸嫩 第二个是我这个系列里面最喜欢的一支是浓缩宇宙 那这个就是一个偏棕一点的深红色 上到嘴唇上非常红润 有点小成熟的味道 会比大红来的柔和极致许多 显白至于又不会有攻击性 我觉得是人人都能驾驭的一个重色 而且它里面有适当的晃掉 所以说会非常非常贴合亚洲人的肤色 这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第三个是狂热体 那这支跟浓缩宇宙其实是同一挂的 比浓缩宇宙会更亮更焗红一点点 怎么涂都不会出错属于人人都能驾驭的一类颜色 然后非常非常显白 这支后抹真的显着整个人特别特别的娇艳 我这支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暗默就是一个比较浓郁的深梅 它的紫调不是特别重 所以不会显得过于乌鱼 或者像是中毒了一样 我自己是只涂抹了一遍 所以是一个淡抹的效果 有点像是葡萄汁的那种感觉 反正我个人感觉是有点点冷艳的那种感觉 而且非常非常的显白 怪人登陆可以说是这个系列里面最酷的一个颜色 就和名字一样 有种富古freak的即时感 像不合群又超酷超屌的富古小姐姐 这个颜色是个正宗的土橘色 它土雕没有太重也不会偏灰 所以亚洲人抹其实不会起色很差 然后里面还有一点微微的取粉调 所以我个人感觉它还会增加一点点少女气 这支我真的推荐给所有人 新素二则是比较日常的一个灰粉调 像是粉色版的旧浪潮 然后它这个粉色其实偏红一点点的 所以适合大部分的亚洲人 而且这支颜色后抹的话 还蛮有种欧美芭比的感觉 就是国外社交媒体上很多博主会涂抹的 那一脸颜色 OK以上就是所有的适色啦 这次的系列颜色饱和又浓郁 质地又是非常淘喜的柔物感妆小 淡抹的话会非常的可爱 后抹则很有气质 但博像纯哑光的纯油那么有攻击性 个人最最喜欢的是 容苏宇宙狂热体和怪人登陆 而且这次的瓶子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视频啦 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不要忘记多多跟我互动 帮我三件推荐一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